民进党党团拟在立法机构推动所谓联大第2758号决议 并不涉台议案 马英九办公室痛批配合美国搅动台海局势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台湾立法机构即将开议 民进党计划推动所谓联大2758号决议 并不涉台议案 对此 马英九办公室执行长肖旭曾表示 美国官员近期不断质疑联合国2758号决议 要求赖清德当局配合 是在暗中推动一中一台 藉由台湾地位未定论 按住台独以刺激大陆反应 萧续曾称美国在玩两面手法 藉由赖清德当局的配合挑动台海情势 民进党不顾岛内民众要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 因为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搞小动作 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籍教授黄宗浩认为 此举无异于堂壁当车 民进党无非是想通过炒作联大议题 煽动岛内民粹 转移政治矛盾 赖清德上台以来 短短三个多月连续逮捕 收押了朝野的重量级政治人物 郑文灿、柯文哲 引发了岛内的政治地震 以及大量有关他极权、钻断的抨击 此时炒作否认联大决议的议题 不仅可以转移台湾民众的政治注意力 如果引来大陆的强烈反制 反而让民进党在岛内有机会煽动民粹 强迫团结 有助于赖清德进一步巩固权力整数一级 除了一步巩固材料 有助于是 不妨碍 谢谢大家